面對未來我們要加入TPP 台灣農業技術產業化 也得要加快腳步了 那麼最快渴望在今年上路的 自由經濟示範區 把農業價值列為五大重點之一 農委會主委陳寶貴就接受 聯合報的專訪 他說台灣的觀賞魚 台灣的蘭花 茶葉 鳳梨酥 甚至是牛肉麵等產業列 都有機會成為世界的中心 他舉例呢 為什麼日本的味噌可以賣全世界 韓國的泡菜會變成世界的文化遺產呢 其實韓國哪有這麼多的大白菜 連辣椒多半都是進口 那麼台灣牛肉麵當然也可以 重點是要開放 去整合台農業價值 台灣就能得到全球的優勢